Michelle Young 在上千位民眾的歡呼聲中 奧斯卡影后楊子瓊登上 洛杉磯六二六夜市的舞台 為在台美兩地拍攝的新劇 孫家兄弟順利開播造勢加油 疲憶驚人的她 不僅和影迷們玩起自拍 還大方分享在台灣拍片收穫良多 我很喜歡台灣 因為第一 很多台灣的朋友 第二 你們的小吃太好了 所以我希望很快就可以 今年還是明年可以回台灣 跟你們見面 飾演楊子瓊長子的孫玉陽表示 台北和洛杉磯兩地都是她的家 講述台美故事的孫家兄弟 能在這兩個迷人的城市拍攝 讓她相當快樂 你第一幕看到台北的時候 我就好像說 終於有一部秀 真的展現了台北這個美麗的城市 這邊很方便 又可以回家睡自己的床 看到自己的朋友 在洛杉磯拍攝真的是很棒 另外 在劇中飾演楊子瓊 小兒子的李松浦也認為 看到洛杉磯華人區熟悉的景物 要上電視螢幕相當激動 我生在這個區域 我生在這個626 我生在這個區域 我從這裡去小學 兩邊離開 所以看到這個區域 在電視上 看到這些地區 我生在電視上 在電視上 是超級震驚的 超級震驚的 最後 尊家兄弟的亞裔影星們 也希望透過本劇 和626夜市的亞洲美食 來促進與美國主流社會的文化交流 我最喜歡的食物 在聖益益益益益益益 所以感覺像在家裡 有韓國的烏鯊鯊 有蚵蚵 如果我感覺很喜歡 我需要嘗嘗鮭 我聽到鮭鮭很棒 我想喝一瓦巴 一瓦巴茶 歡喜熱鬧參加626夜市活動 講述華裔故事的影集 尊家兄弟 將為好萊塢和美國社會 注入更多亞裔文化的活力 東文新聞英鴻文 在洛杉磯的採訪報導